好,各位好 我们来介绍这把枪的一个感受 主要是后座力为主 那这把枪是沙神Jung Wick 所使用的枪 那由台湾的尾翼所制造 代工 然后取得很多的授权 包括STI的真枪厂 TTI的真枪厂 来做这个刻字 还有整个造型的授权 那由EMG这家国外公司所取得的 那整把枪的造型非常张扬 非常张狂 以前我是非常不喜欢这种太张狂的枪 那后来慢慢的因为 可能胃口扬大了吧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来拍摄 以及昨天才拿到枪 这种自己的感受 首先你拿到枪的时候 请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弹夹的卡榫 它非常的突 很可能就误触到 而让很重的弹夹掉下来 那我已经摔过一次了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小心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那它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拆卸之后的话 是比较平 其实相对还是很好用 因为拆卸之后它还是蛮凸的 只是会有一个小洞在那边 不好看而已 所以拆卸之后 它还是有可能误触 所以我干脆还是把它装上去好了 那整个一些法斯纹啊 这种没有很明显 所以我比较喜欢不太明显的法斯纹 然后它在这个平面跟雾面 的这种变化 你会发现有些亮光 的一些变化 这个蛮漂亮的 它的设计上 真枪场的设计上是很漂亮 那 玫瑰色的 一个这个外枪管 其实 比你在 看到照片都还要再深色 再棕色一点 那有点像古铜色 像真的是像古有点 那个铜有点 在 氧化的感觉 所以它还是有些脏脏的 不晓得是故意的 还是怎么样 不过反正以后玩久 还是会刮痕出来啦 那不打紧 那网友所在影片上 所呈现的话 有些问题的话 我自己在购买时 也非常小心 特别请老板 再帮我多注意一下 那现在拍摄的时间 是2022年的1月 拿到这把将是 2021年的10月所制造的 那当时网友所陈述的是 像是这种 它的一个虎口的保险会 是装歪的 那另外的话 目前我看的是OK 是正常 这一年的版就正常 然后再来是说 下面这一个下轨道非常利 到现在还是很利 还是很利 那这个下轨道 它并没办法去装枪灯啊 我使用真枪的 这个O-Line这个厂商的 真枪的枪灯 没办法装 那所以这只能说是装饰啊 但是没办法装的 或许黑咖啡系统 都有特殊的规格吧 我不晓得 然后在刻字上的话 还有这种雨林文的话 都还蛮漂亮的 比你真实在影片上 或者是在照片上看 都还要再漂亮 好 那我们现在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 来试试看它的后座力效果 视觉上的感受 那里面灌了瓦斯 12公斤瓦斯 灌了有5.5克左右 那没有子弹 我们所以按住滑套 释放钮来设计 好来 瓦斯会怕这个地方会掉 所以很想要勾住它 好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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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弱的 我試試看慢連打讓它企劃一下 看會不會再稍微再救個幾方 讓它多打幾方 不行了 那後面的小片段 我們讓各位聽一下它的聲音 滑套的聲音 不再像一般常見的鋁合金或鋳合金的聲音 它還蠻硬的 比那種感覺的聲音還蠻硬的 然後再來板機的聲音 上彈夾的聲音 上彈夾的聲音 它是蠻重的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好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板機的表現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些形成的東西 轉這個方向來 好我們先看pre-tribal 板機 在真正做前有一個小空 空檔 pre-tribal 那我們按下去 應該是不行 因為它是單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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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下去之後 剛剛那個break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reset 我們看一下reset的距離 我現在手指是壓住不放 我們看一下reset 好蠻近的蠻好的 好蠻近的蠻好的 再一遍喔 pre-tri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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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t reset pre-tribal pre-tribal break reset 那它後面如果說有沒有怎麼 pause the triple-tribal 比較後面壓了之後再往後壓的話 它就是沒有 就是直接壓了就是直接 擊法的 沒有在後面有這個 可以再壓的形成 沒有 感受上市還蠻不錯 蠻紮實的一把槍 蠻重的真的蠻重的 真的蠻重的 槍管的話 它不是high copper的 常見的1.5.1 也不是4.3 它是5.4的 5.4比較更長一點的 然後的話 在準心照門的話 準心的話 照門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一般的光纖 那真槍的話是用綠色 真槍場的是紅色 它是做綠色的 那如果src這個 玩具槍墊所做的話 它就是真的是紅色的 那後面的罩門 就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它的凹痕也沒有特別的明顯 沒有特別一些 一般的比較舊型的槍 會做 橫向的凹痕 它比較沒有 摸起來拼拼的 所以你就沒辦法用傳統的兩點 三點 後面兩個點跟前面的點 一線來做瞄準 它可能就是你直接看到 這個缺口 看到有綠點在中間的時候 就可以設計的 所以風格是不太一樣 那bevertail 它是跟它的這個 湖口的保險是做在一起的 這地方非常特殊 有的是做分開 它是做在一起 然後的話 這個滑套的保險 形成很短 不是很明顯 那你大概可以從 這個縫裡面看到 有一個金屬露出來 才知道是要上保險 它沒有做任何的保險的 紅點的提示 非常近 那有的會把它當作 sum rest 其實是有點怪 就是 拇指的停靠區 我覺得這個地方 把保險當sum rest 很奇怪 不順手 不順手 那整個握起來的話 好 右手 左手扶口 尺寸上是 對我來講還是有點小 還是有點小 我的手已經摸到這個 鋪點的下方了 還是有點小 好 好 那介紹到這邊 各位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